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防控新聞發布會通報稱 12月20日至21日 西岸市完成一輪全民檢測核酸 細查出潛在的感染源 並稱當前疫情複雜嚴峻 特別是在封控區之外發現陽性病例 已經出現了社區傳播 因此西岸將提升級別管控 12月23日零時 全市小區單位封閉式管理 逐不出戶 非必要不離市 離開西安的人士 除此有48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外 還要提供單位供涵及審批手續 此外 非生活必須場所暫時停業 暫停堂食 舉辦大型會議、活動等 也暫停全市長途客運班線 出租車 網上預約車不得進入中高風險地區 同時 西安市全市3574所學校停課 採用在線教學 截至22日 西安市共有高風險地區1個 中風險地區40個 當地網民表示 沒完沒了地排隊做核酸 最終檢測核酸 不但浪費資源 還有傳染風險 西安疫情防控管理確實混亂 一陣子風一陣子開 一通馬還會大混亂一天 家裡有病人的也沒有政策 蔬菜雜物的也遲了好幾天才配送 整個流程令人感覺沒有效率落後 是切身體會 因為身處重災區 當地網民發帖表示 12月21日在西安航天星河公園做核酸檢測 寒風中排隊5個小時直到天黑 結果數百人被通知 因核酸系統故障無法完成檢測 另有核酸採集點因為系統故障 通知已經採集的樣本作廢 需要重新採集 12月21日 西安新增本土確診病例53宗 自12月9日以來 全省累計本土確診病例149宗 因中共慣於隱瞞疫情真相 因此官方的數據被受外界質疑 目前 西安疫情已經蔓延至 咸陽、延安、廣東東莞、北京、河南 州口沈丘縣 整個傳播鏈已經達到數百人 此外 東莞已成為西安之外 另外一個主要的傳播中心 確診病例全數在大浪鎮 據中國新聞週刊報道 大陸一位病毒學專家表示 在發現首例確診的時候 病毒可能已經傳播好幾代 武漢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 于全華稱 隨著西安全民核酸檢測推進 未來不排除新病例的數字 還會向高位推進 報導提到 一位滯留在西安北站的乘客 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了自己被 當地政策徹底搞亂的經歷 他說 排隊一小時核酸 12小時後出結果 買車飛後再用一個小時去高鐵站 排隊一小時 被通知需要開街道辦事處證明 於是退票 坐一小時去街道辦 排隊半小時 街道辦的人說 低風險區不需要證明 拿著24小時內核酸即可 錄音後 再花一個小時回到高鐵站 高鐵站人員表示必須有證明 又回到街道辦 當時核酸已經過期 又去排核酸 12小時後拿到證明去街道辦 街道辦叫去社區開證明 去了社區先寫承諾書 寫好後蓋印 再去街道辦蓋印開證明 到了街道辦 工作人員表示領導正是協商 等一下等一下 核酸報告又過時了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自大紀元記者許孟儀的 綜合報導 今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